大家好 欢迎来到Highline名人堂 2019年的NBA选秀大会 给联盟带来了胖虎这位极人气和实力于一身的年轻人 然而 如果在童年新秀中论起话题度和争议性 榜眼秀John Morant也实在是不遑多让 自进入联盟以来 这个来自莫瑞州立大学的小伙子就以年轻气盛闻名于世 他曾在采访时豪言 我是运动能力最强的后卫 一对一我能打爆Jordan 同时他还在接受ESPN专访时表示过 唏嘘没有问题 我已经在研究塞尔提克了 他的这些言行给人以自大的印象 并引发了持续热议 喜欢他的人认为他热血小伙儿 真性情 敢说敢做 讨厌他的人则认为他畜生牛犊 太狂妄 目控一切 那么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Morant呢 他如此自信的底气又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让我们走进Morant的篮球人生 Morant之所以会选择打篮球 与家庭的熏陶不无关系 他的母亲在高中时也打篮球 而且位置和如今的Morant一样 都是组织后卫 母亲教会了他作为一名组织后卫 必须足够耐心 才能真正了解每个人的角色 他的父亲则是民宿Ray Allen 在高中时期的校队队友 在大学毕业后也曾收到过一些 NBA球队的视讯邀请 只是因为妻子怀上了孩子 所以才为了养家糊口而放弃篮球梦 虽然老Morant想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一波 但实践起来远没有那么轻松 因为Morant幼年时的身体条件并不出色 从小到大 他就一直被质疑不够高大 不够强壮 因此老Morant从六岁时就开始训练他 不仅要他每天完成技巧和肌肉训练 还得日复一日的跳轮胎 这是为了训练弹跳 也为他后来在NBA飞天遁地埋下伏笔 正是从那时起 Morant总会和比他大几岁的孩子进行对抗 而且不落下风 正因如此 如今我们在Morant身上看到的那股自信 其实早就刻入了他的DNA Morant在对外嚣张的同时 对家人却饱含深情 他曾经表示 父亲总说自己被高估了 对自己不满意 但实际上都是在激励自己 父亲本有机会去打职业篮球 却选择了隐退而专心培养自己 这使得自己在追逐梦想的同时 也承担着父亲的梦想 但尽管如此 在高对抗比赛中 身体条件并不优秀的Morant 也还是经常被撞飞 他甚至到高二时仍无法惯来 高中时期 他居然被评为零星高中生 人们一直都将目光放在胖虎这样的天才身上 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身边的Morant 没错 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实是 中学时Morant曾和胖虎做过一个赛季的队友 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Morant终究还是在高中毕业前遇到了他的伯乐 有这样一个传说 Morant州立大学的助理教练James Kane 去车七个多小时 前往Morant的学校考察另一名后卫 却在找零食吃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了Morant打3v3比赛 于是提起了兴趣 在第二天亲眼目睹了Morant 认真打完一场5v5的比赛后 Kane当即联系了Morant州立的主教练 Matt McHolm 让他放下手头一切事情一定要立刻过来看看 在亲眼见到Morant的表现后 Matt McHolm承诺为Morant提供奖学金 促成了Morant前往莫瑞州立大学 据说在大学校队里 所有人都说 那次买零食的偶然真的是上天的眷顾 自进入大学后 Morant开始突飞猛进 他的身体素质越发变强 飞上蓝天大力灌篮的次数越来越多 大二赛季的Morant 已经能够交出场局24.5分 10.0助攻的数据 成为了1980年NCAA 开始统计助攻数据以来 守卫场均20分10助攻的球员 并荣获爆破酷锡奖 名阳全美的Morant 宣布参加2019年选秀 并成为了前三顺位的热门人选 平心而论 Morant州立大学并不算篮球名校 但在这里 Morant磨练了自己的意志 他学会了如何安心地 在小地方全力以赴 所以 他没有像杜克的RJ Barrett一样 拒绝为小球士球队 灰熊视讯 最终后者以炭花签被选中 如愿以偿来到了灯红酒绿的纽约 而Morant则被灰熊以榜眼签摘下 然后毫无怨言地前往了曼菲斯 在选中Morant之前的两个赛季 灰熊连续无缘季后赛 这段时间内 他们还接连送走了 功勋老将Mark Gasol和Conley 开始打造年轻化的阵容 终于 他们等来了Morant 虽然Morant在新秀赛季 也没能带领灰熊杀入季后赛 但他场均17.8分7.3助攻的优异表现 还是足以力压胖虎 荣英年度最佳新秀 就此坚定了灰熊以他为核心 搭建新阵容的决心 二年级的他交出19.1分7.4助攻的场均数据 并在单场决胜的附加赛中 连克马刺勇士 奖励行赛战绩排名西区第九的灰熊 硬生生拖进了季后赛 并在与联盟第一爵士的系列赛中 啃下来一场胜利 上赛季的他更是进步神速 场均27.4分 5.7篮板 6.7助攻 不仅荣英年度最快进步球员 还入选了年度第二阵容 以及全明星首发 在他的带领下 灰熊排名西区第二 并在西区半决赛与后来的总冠军 勇士敖战到第六场才西败 也正是从上赛季末开始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 从Morrent的嘴里 不断涌现出自大的言论 他在2022年休赛期 接受采访时表示 一对一可以打爆Jordan 没有人能在单挑中打败自己 这句话真是一时极起千层浪 毕竟他去比较的 可是篮球之神啊 当时主持人不断把话题 引到Jordan身上 Morrent起初表达了一脸的崇拜和骄傲 并表示 如果见到Jordan 一定会感谢他 并向他介绍自己 但主持人始终不肯将话题移开 Morrent便表示 自己想在Jordan的时代打球 并和他较量一番 气氛已经轰托上去了 随后主持人笑问一对一 谁能赢 Morrent只能笑着说 可以打爆Jordan 显然 他的本意并不是无脑地认为 自己已经胜过Jordan了 而是一种玩笑话 然而众多媒体在转载的时候 很少会将Morrent 之前致敬Jordan的话 也放出来 但无论如何 这段采访显示出Morrent 极强的好胜心与自信心 他的自信心驱使着自己 向前辈靠拢并击败前辈 球迷则对他的这次发言 褒贬不一 且贬低的言论居多 但拥有一颗大心脏的Morrent 并没有被网友的风言风语打倒 2022年10月 NBA新赛季开打 没想到在年底 Morrent就又为球迷送上了一份大礼 他在接受ESPN专访时表示 自己在研究对手时只专注塞尔提克 当记者进一步问到西区球队时 他表示 不 我感觉西区没什么问题 之后不久 记者以这个问题再次采访时 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赛季刚过三分之一 Morrent居然就在研究总决赛的对手了 此番言论一出 各方都在等着看灰熊和Morrent的笑话 不料放出好言的Morrent 说到就到 之后带队打出一波11连胜 稳固住了西区第二的排名 并将此排名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而进入2023年后 他的类似言论越来越多 在一月底击败溜马 终结五连败后 拿下27加10加15大三元数据的Morrent 就在赛后稳定军心 在客场丢掉了五场比赛 那不符合我们的身份 那不是我们 他这番话暗指 自己一直相信 灰熊是联盟中最顶尖的球队之一 随后 在2月初接受采访时 他给灰熊的定位加上了一点新东西 我们就是联盟之中最令人讨厌的球队 在经历了疯狂的交易日后 KD来到了太阳 打乱了西区的竞争格局 于是全明星正在时 Green作为现场解说打趣问道 Morrent现在在西区感觉如何 Morrent表示 确实需要考虑太阳 提防勇士 但自己在西区依然很好 显然他并没有受到交易日的干扰 而且在此之前 他也说过 我的自信心永不会改变 不在乎谁对此有意见 甚至在一次对Morrent Dontit Tatum 和Michelle的访谈中 当被问到谁的垃圾话最好时 所有人齐齐指向了Morrent 然而 纵然Morrent总是发表争议言论 也还是有很多球迷 欣赏他的自信和霸气 而这一些的底气 都源自于灰熊的出色战绩 和他优秀的个人表现 身为球队年轻的领袖 Morrent只有23岁 而在他的身边 另一位当家 球队防守端的支柱 年度最佳防守球员的最有力竞争者 本赛季的新科全明星 小Jaren Jackson 同样是23岁 球队的二号得分手 兼三分王Bain 则是24岁 此外 灰熊还有27岁的Dellen Brooks 26岁的Clark 26岁的Jones 总而言之 如今这只灰熊是十打十的青年军 在主力轮换之中 甚至没有超过30岁的球员 所以在曼菲斯 Morrent并不行单引之 在主帅Jenkins的临场调度 和全队球员的努力之下 灰熊的防守效率联盟第二 进胜率联盟第四 场军篮板联盟第二 场军封盖联盟第二 场军抄截联盟第四 他们纪律严明 在攻防两端 都能够有条不紊的向对手施压 而Morrent自己 就是灰熊进攻的第一助推系 他本赛季场军27.0分 5.9篮板8.1助攻的出色数据 远远不能描述他在场上的炸裂表现 在高中时还比较瘦弱的他 如今已经能够以劲爆的身体素质 和飘逸的打法吸引观众了 他的速度快 弹跳高 核心力量强 爆发力惊人 能跑能跳能灌篮能突破 而且在空中能够各种闪转乘挪 随机应变 1月中旬对阵溜马时的这季 金氏格扣便是名正 他目前的快攻得分高居联盟第四 内线得分则是联盟第六 值得一提的是 在内线得分这一项数据上 全联盟高过他的五个人里 只有SGA一个后场球员 甚至兴致所致 他还在本赛季达成了五次大三元 战略联盟第四多 同时Morant身为球队的领袖 把他的风格成功带给了 灰熊全队 早在上赛季季后赛相遇时 Curry就提到过 灰熊球员Dylan说了很多疯狂的话 并称他自己是一个王朝 当Morant谈到唏嘘无对手时 队友Bane也表示 这是全队所有人的感受 Morant很好地代表了团队 显然 灰熊重将并不反感Morant的发言 而且十分拥护自己的领袖 在发言时也会带一点Morant说话的味道 当然Morant带给全队的还有他的脾气 本赛季迄今 有七名球员多次被驱逐出场 灰熊的Morant和Dylan就占了两个名额 所以年轻的灰熊重将 需要在心理层面控制好自己 总之 灰熊这支青年军带有年轻人的朝气 还能时刻保持团结和球队至上 他们目前高居西区第二 极大概率在季后赛 在前两轮取得主场优势 虽然太阳金快和快艇 被认为是西区的头三号热门 但攻防两端都有顶尖球员的灰熊 也并不差 如无意外 Morant应该在赛季末 再度取得一个年度最佳阵容名额 至于能否带队走得更远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也许他还能带给球迷更多惊喜 其实 很多球迷喜欢Morant 喜欢的就是他骨子里的那股年轻气盛 因为很多年轻人在出入NBA时 为首位脚慌里慌张 实在令人扼腕摇头 Morant却像是个异类 不拒一切 遇到谁都想挑战 无论是Love AD还是Galbert 他总想与其在篮下较量一番 他总能打进一些 让人精掉下巴的进球 然后唤醒球迷 对于篮球最原始的热情 而人们常常会忘记 在如今霸气姿态的相反面 是小时候那个瘦弱的孩子 他甚至一度看着身边 星光熠熠的胖虎 而百感焦急 为了如今的成就 他付出的努力 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或许Tadam Donchett 胖虎等其他青年才俊 是憨厚低调谦逊的 但我们没必要因此 去批评Morant的自大和狂妄 因为他有这个资本 要知道 他在区区23岁的年纪 已经进过年度最佳阵容 带队闯入过分区半决赛 当选过全明星首发了 他的未来 更是让人憧憬着 无限的可能 纵然傍满天下又如何 在这样的年纪 他完全可以肆意放下豪言 只要在若干年后 他能够兑现 他说过的一切就好 至于他在比赛末结束前的舞蹈 到底是胜利者的提前庆祝 还是失败者的最后逞强 同样将留给时间 去给出答案 但 希望所有被轻视的人们 都能在Morant身上 找到一丝动力和勇气 去看一场灰熊的比赛吧 Jar Morant 不会让你失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